Hello大家好,我是小薛 今天我们继续讲Litcode 1664题 生成平衡数组的方案数 这道题我们用到了前桌核的概念 我们看一下题目 改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整形的序列 要求我们找到某一个位置 然后将其删除 然后使得这个数组达到一个平衡数组 那什么是平衡数组呢 就是它的这个 基数的下标 所有元素的核于O 数的下标所有元素的核心的 那这就是一个平衡数组 请问我们有多少种 这种删除的这种方法 反过一个数字就行了 那我们看数据规模是10的5次米 我们谱数的话 就是每局某一个位置 然后将其删除 然后再去判断 删除这个下标的时候 我们能否使得这个数组达到平衡 那如果我们判断平衡 是用On的方法去做的话 那比如说将每一个删除之后的 这个基数和O数位的数相加 那这样我们又要用On的时间 那总体的时间法则就是On方 这样显然是10的10次米是 在秒级是过不了的 对吧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你的学习有帮助的话 可以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的捐赠来支持我的创作 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B赞频道 YouTube频道 每周都会有新的视频上传 对吧 那这里面我们用到的前置盒 也就是我们在判断 删除某一个位置之后 我们判断它是否是平衡数组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预处理的方式 处理成一个前置盒的一个数据结构 然后通过前置盒 我们可以通过O1的时间 判断删除了某一个位置的元素之后 它的基有的所有元素盒是否是相等的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做 比如说我们这个输入的样力是2164 216 这是它们的值 然后它们的下标是 我们从1开始 从1开始记 1234 我们可以维护一个前置盒数组 那这里面呢 我们如果说维护两个数组 比如说第一个是偶数的数组 第二个是基数的数组 然后维护偶数的数组的时候 我们将那个基数位的元素呢 当0去存组 那这是一种方式 但是我们需要开辟两个 这个O1的空间 那这里面我参考了这个 别人的一个做法 就是可以用一个O1的空间 就可以完成这件事儿 那我们存组的时候呢 有一些技巧 我们是这么存的 比如说这是我们的前置盒数组 我们第零个位置 我们直接存2 然后那这是偶数位对吧 既然说偶数位的话 或者基数位吧 可以基数位 存成2 那么我们在存偶数位的时候 我们是要将它这个加起来 但是呢我们这里面不是直接加1 我们是加上它的负数 那就加负1 那就2加负1的话就是1 接着呢 接着呢我们这个基数的话 就加6就是7 然后再减4的话就是3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 看前两个元素吧 如果 如果这个最后 SUM的这个最后一个 这个元素的值呢是0的话 那就相当于 它的基数位跟偶数位是相等的 对吧 那因为是 这个基数位加上 然后偶数位减去 那如果要是刚好相等的话 那就抵消掉 抵消到的话 它值去是0 那这时候当是0的时候 我们就认为这是一个 所谓的平衡数组 对吧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 这种方式去判断 是否是平衡数组 那这里面麻烦的事 就是我们要删除第1个下标 我们看一下删除的过程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的下标 是要删除第1个 是这个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呢 那我们也是 首先啊 我们 要两部分的值 一部分是这一部分 对吧 也就是 0到 I-1 一部分是I加1 到 N 也就是这一部分 那么 呃 我们前一部分还是不变啊 这个 我们取这个 sum I-1 就代表的是 0到I-1 这里面 呃 基数跟偶数的值 的相 相减的值 对吧 相差的值 然后这里面呢 是这个 基数是正的 偶数是负的 对吧 它的这个 相差的值 那么我这里面呢 就是I加1到N 那sum N 减去sum 这个I 那代表的就是 I加1到N这个区间 然后它的这个 基数 像跟偶数像的 这个 差值 但是这里面的区别是 因为我们 将I这个值 删掉了嘛 对吧 所以这里面 表示的就是 和这个 sum I-1 是相反的 那sum N到sum I sum N-sum I 代表的是 I加1到N 这个区间里面 它的 这个 基数像 是负的 偶数像是正的 所以呢 当它俩这个值 是相等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认为 认为 删除了第一个元素之后 然后它仍能达到 一个平衡输 对吧 这里面呢 就是稍微有点抽象 如果大家不理解的话 可以暂停思考一下 大概它就是这样的 一个思路 下面我们来把代码 写出来看一看 首先 升任一下长度 接着呢 我们来去 处置化一个 这个前置 前置数字 好 处置化 这个sum 我们从1开始记的 所以这I加1 等于sumI 那么这样的话 是一种比较好的解法 这样我们就不用考虑 预计的问题 当I等于0的时候 我们sumI加1等于sumI 就没有说跑到复数 这里面我们要看一下旧行 比如说I 我上2 1的时候 这是基数项的时候 对 那这个跟我们讲的就相反了 我们这是 第一个是基数项 那我们这里面的I是第一个是偶数项 所以无所谓 但是思路都是一样的 就是当我们这是偶像的时候 我们认为是正的 否则是负的 那么接着呢 我们要每一举 我们要删除每一项 这里面我从1开始记 那此时我们只要判断 抄一下就 sumN-sumI等于sumI-1 那此时我们就认为 我们找到了一个平衡数组 就是找到一个方案 然后最后 这样 结果放回 我们来运行人家看看 没有问题 提交 好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通过对数据进行预处理 然后维护一个前准核数组 来去通过OE的方式去判断 删除了某一个元素的时候 它是否仍是一个平数组 这个前准核的概念 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用到 然后也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这里面又提到了 就是参考别人的写法 就是可以用一个 OE的空间 只用一个OE的空间 就可以完成这件事 那只不过在存储的时候 我们将偶数存成正的 基础存成负的就可以了 那么好的 那么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